中午开饭咯 这一条师生喜欢的 纯白色系风雨走廊 让学子可以风雨无阻地推餐车 我觉得新厨房很好看 然后又加盖了 学校那个厨房走廊内的遮雨袍 所以让大家去拿餐车的时候 都不用淋雨了 每日的餐点也很受学生喜爱 尤其是 甜酥鸡饱 我觉得学校午餐很好吃 然后厨师阿姨都很辛苦 校厨阿姨真的很辛苦 因为要供餐给其他学校 每日要处理的食材量很大 一大早就得奋力作战 但新厨房的动线改建 与硬体设备的到位更新 甚至还规划了一间 有冷气的校厨休息室 让阿姨们很开心 感谢地方首长 然后学校 改善那个厨房的工作环境与设备 然后多校合一工作起来 是很辛苦 可是让学生吃得开心 家长放心 那我们的辛苦也是很值得 厨房外各类香草植物茂盛茁壮 不只观赏而已 还可以入菜 食农教育要落实 老师带孩子从松土开始 目前我们设施已经就位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进行整地的动作 那由学生亲自参与 利用小厨头 然后把里面的小石头啊 然后工程的一些这个水泥块啊 都把它清理干净 那之后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做成小菜棋 因应季节 然后开始实施种植 让学生参与学校的这个食农教育 师生展现收成后丰收的农特产品 入口即时的黄瓜等多样蔬果 看见食农教育的成果 教育部除了补助硬体的建筑 设备更新 以及改善烹煮的环境之外 提升了食材的品质 在课程中呢 结合了食农教育 以及环境议题 那我们规划了香草植物区 然后也规划了我们的生态菜谱 让学生在课程中呢 进行有机的种植 从做中学中呢 来了解这个食物 从种植到餐桌的过程 教育处积极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金融市11校扩建厨房 工程在111年2到3月陆续施工 今年8月全数竣工 111学年度启用 让学校厨房空间使用上更有弹性 也成功了融合食欲 美感与健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